要輸出什麼 輸出後面的東西的話 那輸出的話 當然是2到33表格先輸出 輸出完之後的話 我希望把剛剛的概念怎麼樣 再把它2到33轉變成為 直接去抓它的位置的話 那其實 這個概念比較接近什麼 接近那個 Interact函數 Interact函數實際上就是抓哪一個儲存格 那其實跟那個Range物件 還蠻像的 有沒有 Range物件呢 瓜糊裡面有沒有 其實也是放一個字串 所以Interact函數跟Range物件 其實在某方面是很相似的 OK 所以基本上我們可以把它串在一起 所以我可以拿剛剛的輸出2到33的表格這一個 程序做一些簡單的修改 那做哪些修改呢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 一樣把它複製 貼到底下來 那你們有沒有發現 我剛剛特別強調 註解 前面一定是單引號 步驟 放後面 所以這是我個人習慣 1234 非常清楚 為什麼 因為將來 你回頭看 你自己看也清楚 你程式給別人的話呢 別人也會知道你程式在寫什麼 OK 所以這是一種寫作習慣 這習慣其實還蠻重要的 千萬不要胡倫吞吞吵 寫一大堆 最後你可能自己都看不清楚 看不懂 盡量程式還是要 除了你現在寫可以看懂之外 未來你再看也能夠看得懂 OK 這還蠻重要的 再來的話就是說呢 我剛剛有 多做了一個K 就是K把剛剛這一個部分改成K 那剛剛同學比較會有問題的就是 這個K為什麼預設值等於2 這個K等於2實際上就是 指的是預設值 意思就是說呢 你要從哪一個 值開始輸出 那我從2開始 比如說index從1開始 那你就K等於1 OK 這個是什麼 也許叫預設值 或者也許叫初始值 反正一般習慣的話 我們叫初始值比較OK 所以這邊的話你可以 初始值也許可以 盡量就是你做完一個 動作之後呢 建議還是加一個註解 不然的話 以後你怕又看不懂 其實當然啦 以我們現在是 我都OK啦 你看自己都看 但是 你還是要顧慮到別人 如果說你這個 VBA將來還是會給別人的話 你就是盡量寫得清楚越好 OK 註解一下 然後再來後面這個地方 我可以把這個程式如果不刪掉的話 你可以把它改成註解 然後這邊的話後面你就是K等於 K 這邊K等於 這個輸出等於K 然後後面等於K等於K 加1就可以了 剛剛有提過 意思就是說如果輸出之後 第一次輸出2 再來把它加了1 再 把它存到前面 這個概念的話 記得就是等於累加的意思 這個部分完成之後的話 再來我們來看輸出欄名 這個輸出欄名部分的話 其實概念跟 剛剛這個還蠻像的 只是我在原來的什麼呢 把剛剛的程式 直接 直接 就是在前面加一個 因為它輸出的話是2到33 那如果說我直接在輸出的這個 2到33前面 加一個什麼 加一個range 物件 所以把上面的公式 複製貼過來 然後呢 因為呢 我後面2到33是列號 我只要在前面串一個b 再一個end 再空一個就好了 後面再加一個後瓜糊 意思就是說 b藍的 哪一列 串在後面 一樣嘛 只要 它遇到end符號 本來是 2到33 自動會幫你把它加上 遇到end之後 會幫你加上前後雙引號 跟b串在一起 所以rangeb2 就丟到哪裡呢 丟到這個儲存格裡面 rangeb2丟到前面 rangeb2其實指的就前面這個啦 就是入職時間 那這個rangeb3 就是放在 後一個儲存格 b4 b5 一直類推 所以如果我稍微把它改一下 等於是把 剛剛的公式 直接 程式直接複製貼過來 多增加了這個 就完成了 那當然你也可以把它改成k啦 k加1那個 其實行列只要把它這邊 後面那一串改k也可以啦 那兩種方法 其實哪一種寫法我覺得都ok 那你把它輸出一下 你會發現呢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輸出裡面是有欄名的部分 ok 那這樣的話他一個一個幫我輸出了 那最後的話呢 我要再輸出什麼呢 如果我要再輸出 那個把 前面的欄名去掉的話 那當然我們前面是用一個mid啦 或者replace 不過 replace在 在vba裡面的這個函數 replace的用法 跟Excel裡面不太一樣 但mid一模一樣 所以你其實可以怎麼樣 把剛剛的那個mid概念直接搬到這邊來 改一下就好了 那改哪裡 我這邊demo一下 去除欄名 這樣做出來 那基本上的話裡面到底改哪些地方 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基本上 重點就是 切割那個 這個地方 切割文字 我把那個最下面的地方先刪掉 重來喔 因為上面應該看得懂了 所以剛剛 第一個階段是輸出 2到33 第二階段是補一個b欄 rangeb欄的哪一個輸出 但是呢他有 那個前面的欄名 那我要把它刪除的話 接下來我要怎麼刪除呢 我可以怎麼樣 在salesitray 裡面怎麼樣 把它蓋掉 那用什麼蓋掉呢 用我串 把它 切割完的東西 丟到前面 那切割的概念喔跟前面那個 Excel裡面蠻像的 用mid mid 錢瓜糊 那一樣嘛 第一個你的資料 那我的資料就是上面這些 上面這一串 等於是range 其實可以 其實不用 把salesitray放進來 把salesitray放進來 就是我剛剛有那個 有這些 應該 應該是這個 有前面欄位名稱的資料 把它放進來 salesitray放進來 逗點 他問你說star number star number我們前面講過 就是 根據什麼呢 根據我上面的 欄位名稱 上面的這個欄名稱 那我上面欄名稱的話 我前面用是len len在vba裡面也叫len 一模一樣 沒有變 然後什麼呢 上面的那一個 那剛剛是d1 有鎖 第一列 如果說在vba裡面的話 寫法 我們一樣用sales sales瓜糊 哪一列 那我一定是固定在第一列喔 所以這個時候呢 請特別注意喔 你不要打個i 你用1 1的話指的是 我固定在第一列 這個概念 其實跟鎖定蠻像的 逗點 哪一欄呢 就這一欄 反正我會跟著 4567 4567 所以記得喔 這個地方 如果你有點像 鎖 鎖 d1的話 我們在1前面 那在vba裡面 其實就是直接輸出 哪一列就好了 這個類似於剛剛的那個概念 就是什麼 一個$符號 1嘛 本來是d嘛 OK 有沒有 香油填滿 這個後面是追喔 應該可以看懂這個道理啦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就是逗點 後面要幾個 那就是99個嘛 OK 所以基本上呢 打完之後的話 我們 基本上就 後面還是少一個 LEN的那個後刮戶 好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完成了 所以基本上 我們先輸出 一個 然後呢 再利用切割 切割完之後再一樣丟到同樣的儲存格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假設我們這個地方 加了這一行之後呢 再輸出 那我們可以看到 假設輸出 他一樣輸出 然後呢 再切割之後再丟回去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在 D2裡面的資料 輸出是這樣子 這個 下一行的話就是切割之後 所以切割的話就是把前面東西切割開來 留下後面的部分 所以下一行 F8 OK 但是好像少了兩個字有沒有 因為我剛剛怎麼樣 少了這個 LEN 再加上 兩個字 有沒有 其實邏輯跟剛剛一樣 所以怎麼辦呢 倒測一下 拉回去 那VBA有一個優點就是說 他程式如果跑過去了 有沒有 如果你在中段模式下 你可以再往上拉 然後再執行一次看看 這個剛剛不OK F8 OK 你會發現這個時候他就輸出了 應該是正確日期 而且 VBA輸出 他有一個 特別的地方就是 如果你輸出的字串 假如他中間會有這種分隔線 是這個斜線斜線的話 他會自動幫你把裡面的資料本來是文字 自動也幫你把它改成 日期 日期格式 他會自動轉 OK 所以這部分的話可能稍微注意 其他都一樣 所以把它全部執行 這邊中段點拿掉 執行 OK 那你會發現 他就很 聽話的幫你把 裡面的 資料呢全部都分割 並且 放在指定的儲存格裡 那最後當然就是多增加一個清除 清除的話我們前面好像有講過 你可以用Range的方式來清除 所以我們這邊的話呢 我用Range D2 到 G G應該是多少 反正我給他一個比較大的數字 G19好了 點 後面加一個 點 ClearContents就可以 這樣子的話呢 他就會幫我把這個範圍裡面的資料呢 就是全部的 做清楚 OK 那我們就 完成這一題練習 所以最後看到的結果 我是希望說 1 可以先 輸出什麼 輸出裡面 他這邊因為格式 變成日期啦 所以 我先把它改為通用 1先 輸出2到33 的 表格 2再輸出有藍名 3輸出沒有藍名 4做清除 OK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 完成一個cycle 但最後其實 上面兩個按鈕是多的啦 不過 等於我們至少 可以 把前面的演練一遍 底下其實我還有多一個按鈕 合併為單欄 合併為單欄的話就是 按下他 他可以再幫我把 剛剛這些呢 又合併成為單欄 把它置裝好了 看起來比較 OK 這邊 全部又把它合併為 單欄 我這個 好像講義裡面沒有啦 我是多寫出來的 如果 可以的話啦 當然這邊 有蠻多可以去做一些 變化的地方 請各位先試一下 剛剛是 輸出2到33 輸出有藍名 去除藍名 跟清除 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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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